到极乐世界成佛 也有早晚 有人很快就成就 有人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是什么呢 根性不相同 勇猛精进 度众生那个愿恨恳切的 他就很快 自己成佛了 这个愿望很 很殷切 对于度众生就比较缓一点 他到极乐世界成佛就慢一点 到极乐世界成佛最快的 是利他兴起 跟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 无论什么人念佛往生 主要想着 极乐世界 似途三倍九品 我们去 到底是哪一品 谁都没办法判断 善道大师讲得好啊 似途三倍九品 总在欲语音不同 这一句话是得好啊 我们到极乐世界 能不能 射报庄严土 上上平往生 那么也有可能 你要遇到这个好运 原书是真心 所以九品不能判断 这个里头有一个关键所在 我们现在想的 度众生心切的人 那个品位就非常高 希望自己早一点 诚服 度众心的心不切的话 他可能品位就低一点 这个道理要懂啊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独中身心切 去见极乐世界 要不然他见极乐世界 干什么 极乐世界就是个学校 这个世界里头 没有上帝 没有过往 你看一切经历里头 佛母又说 极乐世界 天主是谁 没有说 我们这里逃离天主 这个夜摩天主 大凡天王 摩西时候落天王 佛都介绍了 极乐世界没有啊 极乐世界只有年中人 没有是农工上 年中人 一个是佛 一个是菩萨 佛是老师 菩萨是学生 设防世界去往生的 全是菩萨 到那就做学生 这个我们都搞清楚 搞明白 往生极乐世界 就上学去的 去亲近这个好老师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决定臣服 臣服的速度 刚才讲到 完全是你 救度众生 那个心切不切 关键才是 你要想到那边 早一点臣服 很快就臣服 为什么呢 要度众生 我早一点度众生 那就真的就很快 为自己不为众生 虽然去了 就慢慢来 你的进展 比较缓慢 所以决定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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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